大家好,我是博仔 今天我要讲的是F4的师弟可米小妞 喂,是可米小子啦 可米小子的名字取自他们的公司可米瑞智 可米瑞智由偶像剧教母、柴志平 跟偶像剧开山始祖冯家瑞共同创立 可米是漫画英文comic的谐音 而瑞智则是取自两位创办人名字的其中一个字 可米的开山之作是带领了台偶蜂巢的流星花园跟F4 可米01年称胜追击 开始筹备粉丝目标年龄层较小的可米小子 以日系美型男杰尼斯偶像形象打造 可米经由新人帮节目选出了11名非正式成员 然后安排他们轮流主持旅游节目二同探险记 跟娱乐节目亚洲娱乐中心 按照他们的表现跟收视率进行淘汰 原本最终的可米小子是七人团 郭世伦也是成员之一 歌都已经录好了 不过当唱片公司开会把照片摊开来讨论时 觉得他的外在年龄跟实际年龄都比较大 所以把他挡了下来 最后选出王传一 曾绍宗 申东晋 张廷伟 安君灿 许君豪六人组成正式的可米小子 在继继续讲下去前要先感谢大干爹德国A码赞助本制影片 德国A码是知名的欧洲品牌 由SHE的Ella成家化代言 销量遍布全球 现今已获得60项以上的国际奖项 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 全球累积贩售超过1000万件的商品 这次我要开箱的是德国A码石墨烯黑钻石床垫 原本我以为床垫那么大运送会很麻烦 但德国A码床垫是会以压缩卷筒包装搭配后纸箱的形式寄送 床垫寄过来的时候真的挺小的 用附送的塑料安全刀片打开 压缩带以后床垫就会自动充气 过程大概一分钟左右 床垫两旁还富有把手 方便搬运 贴心的设计让一两个人也可以轻松的开箱 德国A码石墨烯黑钻石床垫采取了独立筒加四层G1棉 加一层高透气的外层布套的六层很合设计 兼顾支撑与抒压 每个独立筒弹簧可个别支撑身体的压力 服贴身体的曲线 因此无论是正躺与侧躺 都能顺应姿是支撑人体的S曲线 人侧躺在床上脊椎人是直线 不会上下弯曲 使身体更加的放松 独立筒的另外一个优点是抗扰力强 就算半夜起床想尿尿 都不太会影响到伴侣或家人哦 经过德国实验室结果发现 专利的黑钻恒温技术可以分散体温 第一层看到那个黑点就是石墨烯的成分 相比一般的基于棉 黑钻石基因棉增加了40%的透气度 温度调节效果增加23% 能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 除了床垫 枕头对我们的睡眠品质也非常的重要 德国Emma的黑钻石枕头 采取了三层的基因棉设计 黑色棉层为石墨烯棉层 凉杆透气 可依照自己的喜好调整高度于软硬 除此之外还可以搭配防水抗敏保洁垫 它的医生菌保护层 有效使沉满过敏的数量减少89.3% 有小朋友的家庭或女生生理期都不用担心 防水不会脏到床垫 保洁垫直接扔洗衣机就好了 试睡完两周后 我觉得Emma石墨烯床垫很好睡 床的软硬度对我来说刚刚好 睡起来有很好支撑脊椎的感觉 因为长期睡太软太硬的床对脊椎不好 导致影响睡眠跟身体健康 所以选对软硬度的床真的十分的重要 我觉得唯一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点 是床垫的地方有点软 如果你习惯坐床边的话可能会有点不方便 不过没关系 德国Emma床垫有提供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 全台免运道府10年保固 让你无风险试睡 恭喜你已经看到这儿了 想了解德国Emma床垫到底好不好睡 现在点击资讯栏下方的连结 即可获得双11活动优惠 最低5折 结账时 输入我的优惠码 博仔10 更可想全品项9折 还可以搭配官网活动一起使用哦 折上折啦 感兴趣的快来试试德国Emma床垫吧 回到正题 由于获得了F4流星雨改编曲成功的前车之剑 可米小子出道曲黑哈 改编自西班牙舞曲 我原本觉得他们的舞蹈有点幽默 没想到原版原来就是这样 第一张专辑卖出了12万张 也有一说是7到8万 不管是哪一个数字 现在看来的话算是不错的成绩 但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的话 只能算刚好碰到及格线吧 年底他们两度成为师兄F4的演唱会嘉宾 踏上香港红馆 不过势头还算不错的他们 在为03年春节特别节目彩排练舞时 主唱许君豪从高处跌落 严重摔伤 摔断牙齿 嘴唇受伤以及伤到牙根 身为牙医的许爸 亲自为儿子做手术 许君豪在养完伤后宣布退团 03年年底 可米小子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主打歌青春纪念册 算是他们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之一 不过这张专辑只卖了一到两万张 据他们回忆到当时宣传其去台中人来人往的夜市宣传专辑 但台下只有从台北跟着他们来的三位粉丝 比成员的人数还少 有一次他们去台中的一个大商场宣传 现场放了鞭炮 用武龙武师的十分的隆重 殊不知到场的粉丝只有十多人 人少到害他们都不敢下车 安君灿开玩笑的跟司机说 你去把舞台给我撞坏 用心栽培 但第二张专辑就走下坡 这让可米十分的不满意 据曾少宗出书所说 可米小子时期造成了他不少的阴影 他回忆起当时每个月开检讨大会 根本就像开批斗大会 公司不但嫌他们没能像师兄F4一样红 打歌服没折好 还会被扔到地上叫他捡 除了公司严格外 曾少宗也透露 曾有团员跟经纪人告状 说他爱喝酒又混夜店 让他被冷冻了半年 后来实在没钱 他打给经纪人哭问 我做错了什么 曾少宗还表示 那时他拿到酬劳 不但要除以武 再被抽成 连专法都要自己付 连收入仅28万台币 虽然他并没有指名道姓 不过可米小子的前经纪人 王慧英说 以前我针对的是团体 不是个人 而且曾少宗讲的内容 我都不知道 柴小倩则为老板打抱不平强调 柴姐非常照顾可米小子 不管曾少宗讲的是谁 当年大家一起付出这么多 为什么不能抱着感恩的心 而要借此为书炒作呢 除此之外 曾少宗还透露 曾因单独接到广告 就被成员酸 你该不会跟人家上床了吧 04年可米为小子们量身打造了偶像剧 爱在星光灿烂时 该剧描述五位青年各自怀抱梦想 想要一元新梦 可米试图复刻之前F4 剧带人的成功方程式 不过可能太晚了 所以收效甚为 剧开播了一个月后 就推出了解散专 Goodbye 可米小子正式的解散 解散后 他们各有各的发展 不过先讲深冬镜的人生吧 因为我觉得蛮精彩的 深冬镜本名李水清 他出生不久 父母就离异了 并分别重组家庭 他曾透露 爸爸只认哥哥不认我 而妈妈当时也没有能力抚养 只好拜托外婆照顾我 直到深冬镜七岁那年 哥哥因溺水过世 爸爸才把他带回家 深冬镜后来考上滑钢异校 但爸爸看到学费这么高 直接把注册单撕掉 叫他不要读书了 他生气的离家出走 当时他身上完全没有钱 幸好学姐家里是开酒店的 所以请了他去当少爷 他表示曾试过 为了五千块小费 把用大啤酒杯装满的高粱干了 后来有客人觉得 他在那边坐很可惜 便介绍他去新竹某家 第三信公关酒店工作 有一次他为被喝醉的大哥 欺负的公关出头 结果被对方气到用枪 指着他的头警告他 在场人们纷纷为他解围 幸好最后没事 因为敢陪客人喝酒 所以小费拿得非常的多 加上他很拼命的一次身兼两份工作 所以他16岁就存到钱 买了一辆日产车 跟中立的一间小套房 可米小子解散后 为了艺人台语歌手梦 他在10年参加了金曲超级星 可惜他之后因跌倒撞伤脑部 起初他不以为意 但后来头痛欲裂跟发烧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 脑部有血块 医生为他紧急开刀清除 可是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 之后因右侧硬脑磨下出血 并发急性肾衰竭 深冬近从小由外婆带大 跟他感情时分好 为了帮外婆祈福 他特地到泰国把金文刺在胸前 所以家属将他送往外婆家中 把管送他最后一程 终年29岁 希望就是水星能够 透过我们这些好朋友来看他最后一面 然后他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 一定过得比现在开心很多 嗯 我相信他也会很晚 没想到三年后安君灿也因为肝癌去世 安君灿的故事 在之前那一集已经讲得蛮清楚的了 这集就不多讲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安君灿离开后不久 王传一受访时表示 曾打算在四五十岁可以再组可米老子 可是这个想法已经无法实现 他表示 从我妈妈过世后 我以为我已经把生死看得很淡 但看到当初一起出道 共患难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无法冷静下来 他透露年初曾与安君灿见面时 还关心他为何变瘦 没想到再次见面 竟然是在告别事上 讲完已经成为天使的成员 接下来要讲的是 还活跃在演艺圈的可米小子 团体解散后 曾少宗跟王传一 主要是在C剧方面发展 王传一曾出演恶魔在身边的校草上元一 跟欢欢爱的公子哥或燕等角色都十分的经典 王传一在17年与林小薇结婚 两人育有两女 他家境不错 爸爸是前台北荣总医院皮肤科主任 虽然他出道前父亲可惜儿子的功课不错 希望他能好好的读书发展自己的工作 不懂为什么他要去演艺圈 直到王传一评 摩西夺的金钟奖最佳男配角 演技备受肯定 王爸爸才知道他是认真的 并全力支持他走演艺路 而之后他演的剧大部分都是演男主 产量也不错 他算是可米小子在演艺圈中发展相对顺利的 虽然王传一长得比较严肃 但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冷面笑匠的 例如他上康熙被问到敏感代时 他一脸认真的就讲得出来十分好笑 以及在大小爱吃被问集第一次时 也是句实以报 下一个要讲的是曾少宗 可米小子解散后 他也是主公拍戏 不过演的基本上都是男儿之后的角色 例如恶魔在身边阿猛的弟弟阿让 和恶作剧恶文跟植树珍相情的起态 虽然不是男主 但都给大家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尽管他在台湾不算很红 但因为长相日系 有点像道之俊佑 笑起来十分的阳光 眼睛会几拉几拉的闪 有疗愈的感觉 而深受日本湿奶的喜爱 他在康熙透露 他曾在日本的六本木电影院办见面会 现场能容纳五百人左右 虽然人数不多 但门票一张要价差不多三千块台币 他开玩笑的强调 比蔡依林演唱会票更贵 施奶们在跟他比爱心时还会紧张的手抖 他跟在日本拍过广告 他透露价码还不错 待遇也很好 在拍广告时因为迪累 工作人员吓得跟他下跪 这让康熙惊呼 为什么要留在台湾 好好的去日本发展就好了 后来他也常在日本电视剧客串露头 比较有名的是东京爱情故事2020 下一个要讲的是 但出演艺圈的许君豪跟张廷伟 许君豪当年受伤后 曾陷入一段低潮 后来接受牙医父亲的建议 决定重新考试当医师 04年考上了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之后又赴德国攻读硕士 15年顺利取得大陆职业医师资格 现在已经开设超过三间分店 后来上了一波路纵 引发了热议 被网民称为最帅牙医 下表讲的是张廷伟 科米小子解散后 他曾做过补教 跟到百货公司上班 直到12年认识了 茉莉国际餐饮集团的老板 受到重用 交由他一手策划及创立 集团旗下的乐昂 义士创意料理 后来他在18年创立 万波岛屿红茶 也搭获成功 最后要讲的是 创始团员张耀文 之前应收厂商高达千万的回扣 被抓去关的新闻 他被可米刷掉后 转行到华硕当采购经理 16年 他利用公司要采购SIM卡的时机 在跟厂商签约前 引戒大将公司跟SIM卡代理商 接洽 轰抬价格 当时担任策略采购部副理 负责采购跟议价的他 从中受了高达千万的回扣 20年被公司发现异常报案 最后他涉嫌背信罪 被判两年六个月 涨起可米公司 柴志平跟冯家瑞的分家抓码 后面团体和艺人的发展史 也蛮精彩的 可能之后可以做一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最近的美国大选 我想做一集美国大选的抓码回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by bwd6